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节目组邀请的嘉宾阵容十分庞大 有33位男星在官宣的嘉宾阵容中 悉心的网友发现了赵文卓的名字 人们不禁议论 赵文卓不是武打明星吗 怎么也会参加这种选秀节目 流量为王的时代 功夫明星的系路越来越窄 因为费力不讨好 如今的影视商业市场正式面临着一个问题 所谓的功夫明星即将断档 从成龙 李连杰 到后来的赵文卓 甄子丹以及吴京 数来数去 拉开架是能打的还是这老几位 这就是中国功夫篇的现状 新生代没人去打 老一代只能继续打下去 而已经许久无戏可拍的赵文卓 参加综艺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 赵文卓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武术世家 父亲是武术教练 母亲是田径运动员 因为家庭的影响 他从小就学武 八岁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武术天赋 后来父亲将他送去学习各种剑术和拳术 十二岁时 他就已经拿到了各种全国性比赛的冠军 在学习武术上 赵文卓非常有天赋 但这背后和他自己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 从小到大 他从来没睡过一个懒觉 都是天不亮就起来训练 一直练到晚上九点 雷打不动 他的成功 有家庭的影响 也有个人的努力 背后的苦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十八岁时 他拿到全国武术冠军 自学两个月竞技健美操 就拿到了全国冠军 堪称武术界的大牛 在事业上 赵文卓起初有些怀才不遇 因为自出道之初 他就一直活在李连杰的阴影下 赵文卓出道时 恰逢佳和再找李连杰接班人 寻寻觅觅之下 徐克就看中了赵文卓 当时李连杰因为经济合约的问题 一直在和佳和闹别扭 在其经济人蔡子明的事以下 他还曾出现过霸拍的情况 为了找到顶替李连杰的人 徐克就瞄中了另一个武术冠军 赵文卓 徐克最初是想让赵文卓 代替霸拍的李连杰 来拍男儿当自强 但拍了几天之后发现 赵文卓的路数和李连杰不太一样 相对来说 李连杰的动作更飘逸优美 样片拍出来后 徐克怎么也不满意 就放弃了赵文卓 以高薪请回了李连杰 当然徐克也没有亏待赵文卓 后来启用他拍摄了 功夫皇帝方氏裕 也让赵文卓成了下一个功夫明星 后来李连杰离开家和 赵文卓就成了徐克的裕用武打男主 在整个九十年代 他一口气拍摄了 黄飞红之王者之风 青蛇 黄飞红之龙城歼霸 和黄飞红星传等一系列电影 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 那几年 赵文卓成了纪李连杰之后的 右翼功夫巨星 无人能及 1994年 赵文卓在拍满汉全席时 认识了张国荣 因为赵文卓是专门搞武术的 还曾拿过健身冠军 在健身上很有自己的方法 就渐渐地指导起了张国荣健身 后来张国荣对赵文卓散口不绝 就将赵文卓介绍给了身边的朋友 其中就包括梅艳芳 1994年的梅艳芳 早已成了整个香港的神话 不但在乐坛无人能及 在影坛也留下了很多经典角色 绝对是大姐大一般的人物 起初赵文卓只是梅艳芳的健身教练 但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 就渐渐产生了感情 赵文卓在香港并没有很多朋友 认识梅艳芳后 梅艳芳就经常带着他一起玩 有时候训练结束 赵文卓也不回家 而是和梅艳芳一起聊天 就慢慢有了感情 两人的年龄差距虽然不大 但地位悬殊却非常大 梅艳芳早已是香港娱乐圈的大姐大 而赵文卓则是个刚出到没几年的新人 两人恋情曝光后 外界一度揣测赵文卓是为了梅艳芳的名气 地位才和他在一起的 那段时间赵文卓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和压力相比 两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之间的差距 也渐渐显现 赵文卓在内地长大 行为和处事上比较保守 不太喜欢呼朋唤友和夜店生活 而梅艳芳在娱乐圈的地位高 朋友多 几乎每天都有应酬 起初梅艳芳会带着赵文卓去 后来赵文卓就不太参加这种场合了 1996年中旬 梅艳芳和赵文卓宣布分手 两个人在后来的采访中都表示 分手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存在误会 而到底误会是什么 两个人从未细谈过此事 梅艳芳离世时 赵文卓送上此生挚爱几个字 外界对赵文卓的这几个字 却不敢苟同 骂他是伪君子 尤其是在已经结婚后 还说梅艳芳是挚爱 未免有点太虚伪 但赵文卓却完全不顾及外界的说法 依然坚持送出了此生挚爱 一路走好的婉联 而在事业方面 与在香港的前十年相比 之后的十年里赵文卓再没拍过一部武侠电影 以《卧虎藏龙》为代表的作品 把武侠推成世界级品牌 内地导演用一种更为本土化的方式 去展现中国武侠 同时大导演加明星的阵容组合更为平凡 这与传统港片的武侠世界已大为不同 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能打的功夫明星 赵文卓无法在内地电影中占据一席之位 同时他也进入了电视剧事业的停止期 此时的他似乎已经过气了 2010年当赵文卓再度在原和平带领下 出演古装武侠题材苏启尔时 闪光灯却聚焦在了周迅和周杰伦身上 尽管自己是男一号 但他却成为角落里默默无闻的那个人 2012年赵文卓圆了父母曾经的心愿 成为了一名老师 当时北京体育大学两个系都想让他去执教 也是同一年赵文卓与甄子丹的互私引发热议 当年张国荣给他的评价 赵文卓太正直 不适合娱乐圈 可谓一语成谶 如今已经渐渐淡出荧幕的赵文卓 参加综艺 似乎是帮助自己重新回归大众事业的最好方式 希望这位曾留下无数经典的一代功夫巨星 能够借助新的平台 再次唤起观众对于武打电影的热爱 万箭读书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旧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